最近看新闻说这个太远 好多人在跳这个跳河 缝河 然后呢有关方面做了一个温馨提示 说不准跳河 否则罚款一千元 这成了一个网络象化 但是在上海呢 你会看到有这么一幅非常人性化的 白宁大公主的放松天地 在西岸那边 徐慧滨江西岸那边呢 一块篮球场边上 就有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草坪 而这个阶梯式的草坪 根据设计者透露呢 他们本来也是音势利导 同时呢根据人体工学的数据呢 设计了这么一个草坪在旁边 其实原来是想当看台用的 但没存想呢 这个打工者难得有一个午休时间 在中午都把这儿当一个睡觉的地方了 当然不管怎么说 这样一个场地起到这个放松身心 减轻压力的目的 而上海呢有很多地方都是减轻压力的 很多人说上海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 在这里呢精神压力特别巨大 尤其是白宁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自杀率肯定低于一些中小城市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 仍然能够看到很多舒缓身心的东西 所以要制止或者说阻止别人自杀的话呢 最好的方式是要给他提供更好的解压的方式 在上海你看到过哪些特别让你解压的东西吗 欢迎您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和大家一起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